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农业网络培训 本节我们讲解水平垂直补正 还有要素镜像工具的使用方法 首先我们讲解水平垂直补正 这个工具主要用在将图形浮正 这样的操作上面 大家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口袋的这个纸样 现在它是这样倾斜的倒在这里 不方便我们等一下对它进行这个纸样的操作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用到这个工具 水平垂直补正工具 来左键单击选中它 选中以后把这个图形给框选起来 变红了以后点右键 接下来就在这条边上 一条边有一个中点 就是黄点 在这个黄点的下端 单击鼠标左键 注意了 黄点的下端 不要单击上面 单击下面这一端 单击鼠标左键 它就被扶正了 这就是水平垂直补正工具的使用方法 很简单 其他图形都用这种操作的方法去操作就行了 接下来我们再讲解 要素镜像 要素镜像 它的功能就是把一个图给它进行对称 比如说这边这个领子 我们打板的时候只打了一半 另外一半没有显示出来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工具来在这里 要素镜像工具在这里 我们就可以用它来把另外一边的这个图形给它显示出来 来单击选中它 然后呢 选中 把这些你要对称的都选中 都红了以后 点右键 这个时候呢 按住键盘上的Ctrl键不要放 在这条领中线上 任何要对称的图呢 它都有一条中线 可以理解为对称轴 这个时候呢 就单击这个对称轴 另外一边呢 就会被显示出来 我们撤销回去 当然这个工具呢 这个要素镜像工具 它不但可以对称 然后呢 把它复制 而且呢 也可以只是对称 不进行这个复制 也就是说 我们纯粹的啊 把这个图呢 给它对称到左边了 就是把它改变一个方向而已 来用这个工具来选中 选中 都红了以后点右键 这个时候呢 直接单击对称轴 不需要按住键盘上的Ctrl键 直接单击啊 不需要按住Ctrl键 看到了吗 如果像这样操作的话呢 它就只是一个纯粹的平行 应该说是对称 但如果你要对称以后 并且能复制的 那就要框选点右键 这个时候呢 按住键盘上的Ctrl键 不要放左键单击对称轴 这个就是对称以后 而且呢 还要把这个图形给复制一份出来 好了 本节我们就讲到这里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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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